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实际体验它试驾它的一个机会 其实去年进博会的时候 我在现代中国的展台给大家分享过 就是Nexo的原来的韩国版 韩国版的发售的话是在2018年 然后在2019年的话 它的全新一代的这个氢燃料电视发动机 就获得了沃德10家发动机的称号 那么这个已经是我们整个的现代集团 第二次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 这发动机的话它整个的功率达到了120千瓦 然后最大的一个扭矩达到了395牛米 那么这样的一个动力系统的话 可以让它的0百的加速达到了9秒 那么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数据 我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车道上 做了一个简单的体验 我发现它其实整个的体验特别像是一台纯电车 但是它的整个的加速的线性又很类似于我们的燃油车 就是说它不会像一般的纯电车给大家带来那种 加速特别急特别冲的那种感觉 让人会有一种晕车的感觉 好了 其实我们光是看这台车的外观的话 很难分辨出它就是一台燃料电池车 但是的话这个因为厂商在这贴了这些字样 那么我们就清晰的了解它的一个身份 它的与众不同之处 它是通过让氢气与氧气化学反应 然后产生电能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驱动这台车 来驱动这台车 所以这台车的话其实排放的是水 大家看到HRO 所以这台车的话是一个完全的环保的车辆 特别是对于那些我们发电需要用到化石能源的国家 其实这个电能的产生本身就不是那么的环保 那么这样的一个氢燃料电池的一个动力系统 就显得更加的有意义 那么整个的现代研究院也做过一个统计 它说如果有10万台的NEXO 就是这样的氢气氧气 然后吐出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车型 在大街小厢上跑的话 那么可以产生400万人可以获得的一个洁净的空气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我们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 它需要非常非常洁净的氧气 所以我们的NEXO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滤系统 它在吸收空气的过程当中 可以把99.9%的颗粒物全部过滤掉了 所以的话呢 你可以把我们的NEXO就理解为一台行驶中的空气净化器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摄像师的镜头 能够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内饰 这是一套纯白的内饰 其实我现在个人的话是特别喜欢纯白的内饰 因为它显得更加的有科技感 那么做到这个座舱以内以后 你会发现其实有大量的这个按键 包括这种档位的按键 包括和空调相关的这种按键 对于我们一个习惯就是中国的新实力产品 或者我们中国的新能源产品的一个用户来说 再做到这个NEXO中国版里面的话 还是有一点点不适应实体按键好多 但是实体按键有实体按键的好处 就是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 你的盲操作的这个错误率 会因为实体按键的存在而大大的降低 好了这台车的话呢 其实用一个世界之最也其中它一点不过分 就是它是我们现在全球卖的最好的 氢燃料电池车 截至到2021年的10月份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的NEXO已经卖掉了2万台 这个数字的话既超过了丰田的Mira 也超过了本田的Credit 所以的话它确实就是卖的最好的燃料电池车 然后呢我相信在韩国的话 加轻各方面已经变得非常的方便 同时的话也非常的便宜 那么这个车在中国的这个使用的情况会什么样呢 比方说以上海为例 我们整个上海市的话 6500平方公里 我们只有两座加轻站 那么我们基本上加轻 如果私人用轻的话 每公斤的费用差不多是50块钱 那么我们这台NEXO的话需要加几公斤的氢气呢 其实它是如果在氢气瓶整个空掉的情况之下注满它 需要4公斤 也就是说我们差不多要花上200块钱 可以把我们的整个的氢气罐给注满 那么注满这样的一个氢气罐 我们差不多可以用它来跑800公里 所以的话其实整个的这个成本 还是比我们使用汽油要便宜 那么NEXO有一句广告语啊 说你用5分钟来加氢气 你可以获得550公里的续航里程 这个是不是让你有点耳熟能详啊 我们都说充电5分钟续航两小时 这是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个广告语啊 现在我们NEXO用氢气让我们这个续航做到了这一点 那么我想啊 这个在现代的2030的这个愿景当中啊 它是说要做到碳中和 同时的话呢 在全球的范围内 每年要卖出40万台的氢燃料电池车 那现在是每年2万多 那未来是每年40万 整个要翻20倍 那么未来的8年 对于现代来说 是要进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 而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呢 我们会见证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氢燃料电池车 从大街小巷一台你都看不见 慢慢慢慢的 会大街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车型 好了 今天的分享给大家就带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mára 就prises 感谢观看